嗨,大家好,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马上就春节了 我今天就是想来花卉市场 来看看这种叫年宵花吧 其实我还真不是特意因为做春节来 只是说这个花吧 就是这个时候卖的比较多 所以我想来看看 就是那个北美东青这个品种 之前看到有水养的 还有这种土栽的 我计划是想看一看土栽的 有这种八年猪的,十年猪的 还有五年的也有 我想看一看咱们这个水养的市场是啥价 我现在来这个地方 是那个和平南大街的一家花卉市场 那个时候采访的时候总来这 所以现在我自己要买东西 想细致的看一下就是也会来这 今天的时候这个地方 我看看人怎么样的多不多 因为往年一到春节的时候 我们每次来采访都是快 马上临近春节那么几天 现在我已经进来了 人不睡太多 可能距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 这是二楼 二楼大家也能看出来 这些都是土栽的花卉 好漂亮啊 刚一上来就看着一盆土栽的北美冬青 不知道这是啥价格呀 这个这个有人卖吗 一样一样的 这个东西 多少年的猪 五六年就四百五了 天哪好贵呀 没带盆的是不没带盆是几年猪老板 你看底下那个根都这么出最少都在五年以上的 都得五年都得五年以上 因为它是三年以上才结果 三年以上才结果 因为它短时间短的 只定是不结果开花结果都在三年以上 你看那个根组 我看那个根挺酷的 它那都是一颗一个根丸分叉上来的 不是两颗饼的 拌子像出来那个形 不是拌的 自然生长的 对自然生长的 根分叉点 分出来这个叉 就是那个形的 都没有个根丸 这边没有发生 明白明白 这个是五年中以上 但是叫不准多五年的时候 说不好 这个也不是咋嘛 这个是咋嘛 这个是咋嘛 拉来的 那个啥 我看这形哪个 这个红盆 这个哪个看哪个好看 这个红盆感觉还行 看你一个位置 你那位置要是空框 我认为这个大部分 伸展度比较好 那边是正面 看底下有洞吗 那底下都有 朝那个面底下不都有洞 看呀 是正面 上下都有 凤子就这么缓 明白了 这几盆价格一样不 这个是摘完盆的 那两是没摘盆 这个你看到都配好点了 摘盆 我还不愿意摘盆 我要自己摘盆 这两个没摘盆的 现在是啥价 350岁的 对 后面还有一个 老板你给我称一称 就看看这两个猪的高度 我感受一下 老板帮我去称一 看一看那个猪的高度 你从层面量还是从层底 不用 就量那个猪 对 这个要是达到最高的是一米 那有一米差不多 900多的 95060岁 这个得达到一米多 可以达到一米多了 这一看能高点 但是这个猪 那个红果少 咱不是雅士吗 你要是拿落地方 你俯视的时候 像我都不一样 你看大家闻得点看 果子多 最高 这个 一米一朵 大 一米一朵 对 行 行 行 咱你拿回家看东西 不能养头看 你说这个猪 平时和养 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你说这个猪 我们有必要 有的它形造型很好看 它有没有修过 还是说它就 没有自然生长的 这个型没修 你看吧 咱们根本就没有修剪的地方 只是 秋天我们挖托的时候 这顶上就是有一咕嚕 没结果 我们给它剪掉了 因为你生一个干树的 它不好看 对 对吧 所以就像这样 凸出来的地方我们就剪掉 根本就没有修剪过的地方 修剪过的地方就能看 是 因为我发油 它造型非常漂亮 对 这都是枝条 是 对 这就是原型的 看的是 你看这个 这个大根 看到吗 这就是一个根长出来的 冰的是 两颗冰是这么直上直下 一个根长出来 就是分差点是这个 那个时候大姨父养的 那个红色的花 那叫啥来着 大姨父养的这个花 就跟卖的一样 特别好 这个应该是装饰的 是不是装饰的果子 不是 是长在树上了吗 是长在树上了吗 对 不会吧 是什么树 黄结外粮 哦 黄结外粮 你看这个呢 这个特别有年小花 那个黄结 还有盆景 看见了 哦 这个不是装饰出来的吗 不是不是 它自己长的 嗯 啊 你怎么这么伤 哇塞 你别揪啊 没事 这玩意就怕了 最后啊 在这个市场 选来选去 最后还是打算回网络 回到网络 原因不是别的 就是网络 我选了几个造型 还是比较好看的 还是比较好看 最后我买的是10年珠 大概是在90公分这样 是330元 包邮顺风 刚才看楼上的那个吧 倒是也挺好看啊 枝条也剪过了 但那个盆的 花盆的颜色 我不是太喜欢 嗯 就是盆 我不是太中意 然后还有一颗 就是那几颗没放盆的 但是造型啊 还有红果的数量嘛 我又觉得不太行 后来就是 但是价格 基本和网上差不多 你想想那一大盆 它带果 带花盆 那么大一个瓷盆 它才卖450 所以我觉得就是 其实网络呀 和这个实体店 其实差不多了 只是说 北美冬青这种果子 这种植物 造型很关键 果子的数量也很关键 所以我就在网上 还是决定在网上买吧 今天这个视频 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 快过春节了 小伙伴们 你们家里都准备了 哪些花呢 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视频 下方留言吧 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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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